台灣的火車發展至今 已經百年歷史 是許多人生活記憶的一部分 因此誕生不少的鐵道迷 據說在台北就有一位 他熱愛火車的程度 不只研究火車 身材冒著生命危險坐火車 目前已創作出50輛老火車 價值甚至於上百萬 這火車的年紀一定比我還要大 這9號火車有沒有看到 而且是全黑的 這邊有不同顏色 但是感覺上這個紋路 是當時那種材料有沒有 應該是木頭的 這是鋼的嗎 我打聽到這個火車達人 他是用陶土 可是為什麼這個聲音是鋼 對不對 你們自己聽到嗎 小馬先生 你也知道 火車達人 你剛剛從哪來火車下來的 我剛剛才從外面走進來 我看到你也是火車迷嗎 我這一生坐過68式火車 只有坐68式 我當兵的時候坐了滿多火車 現在坐高鐵 所以這火車的年紀都比我大 應該都... 一百多歲以上 一百多歲 對 這個是你的客車箱 客車箱 然後它是木造的 對不對 我剛剛講說木紋嘛 對... 可是為什麼它敲起來的聲音是鋼呢 不是陶瓷嗎 不是陶土嗎 因為它的溫度燒得夠高 所以它的那個土的那個... 陶土變成鋼 對... 所以它的溫度夠高之後 它燒出來它的那個... 敲出來的那個聲音 就會變成比較清脆這樣子 那你為什麼會突然間想要坐火車 坐那麼多火車啊 應該是跟從小的時候的一個... 生活經驗有關係 小時候因為爸媽工作繁忙 將大哥拖給住在南部的外婆照顧 因此每逢假日呢 就會搭火車往返南北兩地 蒸汽火車可以說是它的另類玩伴 現在它將這股對火車難以忘還的感情 注入在這陶瓷火車裡 從2000年開始創作至今 已經陸續完成50步 成了台灣蒸汽火車歷史 最完整的紀錄人 大哥 你這個是金屬吧 為什麼它這個整個顏色是金屬 對啊 這是... 但是我現在已經不會分 你是混淆我嗎 沒有... 那個小環先生 但是說其實它是... 一種非常特殊的用材 叫做散光用 它就可以做出這樣的金屬的顏色 是 然後這個用材 需要特殊的那個討品 西班牙的耐火 它的特性是什麼樣子 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 它可以重度燒成 作品的那個凹凸面 它是360度的 所以它在私釉的過程中 不可能一次可以做好 一定要經過很多次 然後藥藥的這個散光釉 也要需要多次燒成之後 它表面的這個結晶狀 才會產生漂亮 那種折射的那種光芒這樣子 原來是要這樣子喔 但這個燒了幾次 這應該有燒到五次左右 五次喔 那一次要燒多久 一次六個小時 然後降溫也要六個小時 所以其實一次就是要天釀的 真的啊 對 天啊 其實散光又是13世紀 阿婆黃氏陶瓷採用了特殊用法 會這樣技術的人 可是寥寥可數喔 那這個是已經烤過了是不是 對 這已經烤過1220度了 烤過幾次 一次 所以大概還要四五次 要 要顏色要重複 要四五次 OK 那我們這個階段的 你要上是閃光又嗎 對 閃光又的又要 可是我現在看它這個顏色 是有一點點帶那種綠色的 對 因為它有加碳酸銅 加一點點碳酸銅在裡面 但是怎麼會烤出來變金色的呢 那當然就是需要 在燒製的過程中去做改變 我噴的話是用顆粒狀的 這麼大顆粒喔 對 因為它在溶解的時候 才會產生結晶狀 是 所以其實是這樣子的 這都是以前你在西班牙所學到的嗎 當然的 這是我主修教授教的 所以不能噴霧狀的 霧狀的話它 沒有辦法結晶 對 粒子太小 粒子太小了 對 因為它是玻璃質 所以需要比較大顆的顆粒 燒的時候它才會產生結晶 均勻的把它整個都噴完 OK 那噴完之後呢 再下去燒一次 1100多 那你在燒那一次的時候 它出來顏色就是金色的嗎 沒有 綠色 然後再燒才會變色 對 天啊 所以你沒 那你如何控制到說 它燒出來的這金色 你怎麼可能把它打開來看 就是要用鼻子聞喔 用鼻子聞 這個還要用嗅覺 結果你聞到 這金色的 這綠色的 那我鼻上都聞不到 大哥遠赴西班牙 攻讀陶藝碩士時 無意間看到閃光幼的作品 被它的金屬光澤所吸引 後來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摸索 經過無數次調配幼藝失敗之後 才逐漸抓到訣竅 回台灣之後呢 繼續鑽研 成了台灣唯一會這種幼法的陶藝家 是這個是要瓦斯咬喔 對…這是瓦斯咬 然後它需要藉由那個 瓦斯沒有燃燒完全的這個原理 去把這個顏色燒出來 燒到900度的時候呢 就要開始坐在這個地方 去聞那個瓦斯的濃度 然後那個瓦斯的濃度 如果說夠 那因為我的經驗已經知道 多大的濃度 可以讓這個顏色 閃光幼的這個金屬色跑出來 我以前在國外試的時候 其實也常常會自己 就是不知不覺的就這樣 有點像暈眩 然後站不住 然後之後呢 全部的影像變扭曲這樣子 那是中毒 氧化碳的中毒 對 所以我的太太常常就是說 每隔差不多幾分鐘 就會來叫我一下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會 你的工作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這個 要得到這個顏色嘛 所以就是 就是一定要付出一些代價 好 打開 看會不會是金屬的 對 很漂亮耶 好漂亮喔 而且老師你看 它這裡有不同的那個色塊 對… 這還要再燒對不對 對… 還是你覺得這樣是很OK的 對 有 因為每一次出來的項目 並不會一模一樣 對 所以有希望就是說 還是要保護它原來的 那種模樣 要完成一輛迷你火車不簡單 除了要了解結構 還要拿捏尺寸比例 然後將零件一一組裝 製作的時間長達三個月 而除了這些金光閃閃的 陶瓷火車之外呢 大哥還有另外一項代表作 老師 你的作品很多人 你覺得還會做這種 這個機械 這個 你看 這上面也是閃光 又有燒出來的 對… 可是這個我覺得特別好看 因為它裡面有帶一種 有那種鐵鏽的感覺 是 因為我用年度製作火車的那種 時間已經很久 超過四五年了 對 所以我又一直在想把 它的那個零件的那個元素 帶到了 你這裡有 你這個是火車的零件喔 是… 這個帽子其實是 蒸氣火車的沙箱 然後眼睛的部分 然後這個上面尖尖像牛角 這個是火車的煞車 那後面這個呢 應該是叫做擋煙板 擋煙板擋煙板割下來的 因為我這個機器人 其實有一個想法 是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陶瓷都是需要 用火下去燒 燒過之後才會變成 一種藝術品 對 那我希望它藉由 有被燒過的那個火 火痕的那種痕跡喔 去… 感覺好像那個 浴火鳳凰的感覺 對 類似是 浴火警告 經過幾次的這種火烤淬煉 是不是 然後能夠燒通這個樣子 但是它整個的元素 是來自於 你最熱愛的車 是不是 這個地域非常… 非常深 閃光又是一門難度頗高的 陶藝技術 大哥卻將它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項罕見的點土成金的煉金術 不只讓它多次獲得南銀獎 國家供應獎的肯定 更可以透過創作 實踐它的火車夢